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今天的小鱼儿继续教大家如何绘图 那么今天的小鱼儿教大家如何设定角色 大家看一下,这是通过一些方法做出来的这样一组图片 相信通过前几期小鱼儿的一个教程 大家对蜜金里应该有了一个基础的认识 前面给大家讲过基础,入门,一些长宽笔参数设置 包括讲了如何生成一个连续性的人物 那么我们今天接着为大家讲第五集一个角色设定 我们怎样才能设定出来这样一组角色呢 正在学绘图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在这里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一个discord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小鱼儿生成出来的设定的一个角色 而且通过一些描述更改了一些角色的一些形象 但是它的人物没有变 大家可以看这样一组图片 是非常完美的 这里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样一组图片 这样一组人物是如何设定出来的呢 那么这样一组人物是如何设定出来的呢 这个角色是如何把它设定出来的呢 今天跟着小鱼儿的视频一直往下看 相信你也会做出非常漂亮的图片 首先我们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先要输入一个描述词 那么我们的描述呢 肯定是越详细越好 我们先打开这里 对于我们英文不太好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翻译工具啊 在这里小鱼儿用的是一个谷歌翻译 首先呢我们要来一个人物的一个设定 大家看啊 首先我们要设定一个角色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是以一个小女孩为例 一个小女孩的角色 多种姿态和表情 那么她的表情肯定是不一致的啊 那不能一个表情 我们要多种表情 她的年龄呢是八岁 她的外观 她的一个头发呢 是蓝色的一个长卷发 她的脸呢 是一个大眼睛和耳朵 是一个黑的眉毛 她的服装呢 是红色的公主裙 性格是外向开朗 很喜欢笑 那我首先就设定了这样一组的 小女孩的一个外观描述啊 大家可以看到小鱼儿在这里呢 描述的是非常的细的 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个复制到discord 同样斜杠 点缀顶上一个emage 把我们这个描述输到这个pland后面 点击一个回车 在这里如果说有很多的新手朋友 对一些基础的知识还不太了解 记得去看我小鱼儿前几期的一个视频啊 这里都是讲绘图的 这里都是讲绘图的 今天的小鱼儿这个基础知识的话 就不给大家讲了 如何来设定一个角色 大家晚上绘图 其实这个速度也蛮快的啊 据说下午有点卡的 到小鱼儿晚上来用的时候还可以 还是那句话 因为合租啊 用的人比较多 大家也如果说想要优惠点 也建议合租啊 合租的一个链接的话 我会放到下面的一个描述栏 OK了图片出来了 妈呀真的不错呀 真的真的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的描述 比较的仔细 大家看一下 我说的是一个 我看一下我说的一个头发 是什么颜色 蓝色长卷发 好像它可能误会了 它这个整成了红色的长卷发 但是效果也不错哈 一个蓝色的裙子 裙子也非常的漂亮 糖卷发是OK的 这里大家可以想 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米筋里呢是基本是按照我的要求来画的 他还给他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 在这里我觉得第一张第二张都不错 我觉得第一张不错 我把第一张放大 由此可见 我们绘图的时候 我们给的描述词 我们给的一个描述词越具体 那么我们绘出来的图就更满意 我这边再来改一下呢 蓝色的长卷发 红色的公主裙 蓝色的长卷发 黄色的 我把它改成黄色吧 黄色的公主裙 那在这里呢 我先把这张图片保存下来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一定要用 米筋里来绘图 因为米筋里真的 可以说是现在是所有的绘图工具里面 画的效果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裙子的颜色改变了 看我们的正面 我们的背面 侧面 它都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每一张的表情都不一样 第一张是微笑 第二张是大笑 第三张是有点严肃 第四张也是带点微微笑 OK了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裙子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没有穿鞋子 那我们再给它改一下描述词 给它穿一双鞋吧 我们给这个小女孩加一个高跟鞋吧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鞋杠啊 每一次我们的新手朋友一定要记得 先点鞋杠哈 我们的描述词一定要输入到这个Planter 蓝色的方框里面 不要输到这个外面来了 输到外面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显示是个红色啊 它是不对的 我们要输到里面去 来等待奇迹出现 给我们的小女孩穿上一双高跟鞋 来我们看一下好了没有哈 今天小游对这些图片真的都非常的满意 自己在这欣赏 我们看一下 OK了哇 鞋子穿上了吗 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一张没穿啊 这一张下面这个看不到了 但是这一张也穿了 我觉得这一张真的不错 第二张也不错啊 第一张第二张的效果都还可以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试一下一个3D的效果 我把第一张放大 第一张和第二张 看这个小女孩笑得很开心啊 这张也是啊 笑得特别甜 那这两张的话 小游还是更喜欢这个小女孩 那么这个小女孩 我想要用她来作为我的一个主角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教大家一下 我们先保存一下这张图片 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我想要知道她这张图片的一个 想要她的一个链接啊 大家都知道要生成一个 同样的一个人物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链接 但是这边这个不太想要 我们想要这个女孩 那我就想办法要把她 裁剪出来啊 在这里呢就要用到 我们的一个裁剪工具了 那么这时候呢 小游用到一款在线软件 叫photo.pi啊 我们用它来干什么呢 只做一个裁剪 刚才的图片已经保存到里面 我们这里点一个 这个工具呢其实很好用的 大家可以来试着用一下啊 我把我刚才的这张图片找到 我刚才已经出来了 来找到我刚才的这张图片 我把它放进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张小女孩 她笑得很开心 这个裙子也很好看 那这边有一个裁剪工具 那我们就把它裁出来 把这个这背面的我们就不要了 只要这个小女孩 裁完之后直接点一个OK 那我们现在看到没有 这张小女孩单面的一个照片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一个文件 这边左上角有一个文件 我们点导出 点一个GPG 把它保存 OK现在保存到我的电脑里面了 那么就在这里了 OK我保存好了 我们再到我们的一个Discord里面来 同样我们把刚才的那张图片 喂给密尖里 点击一个回车 大家记得一定要把那个图片 选中了之后 选中了之后 一定要点一个回车 不点回车的话 你这图片是发不出去的 那这张图片它就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图片的链接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以这个小女孩为主角 让她的一个表情发生变化 生成类似的 生成同款的人物出来 还是要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e 把这个小女孩图片链接在这里 点击一个右键 点一个右键 这里有一个复制链接 把这个图片的链接给她 单贴到这个里面来 大家都知道 要生成一个同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必须要有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把这个后面多余的一定要删掉 我们一定要GPG结尾 这里空格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把刚才的一个描述 给她复制粘贴一下 让这个女孩呢 有个五个五种以上的一个知识和表情 我这边添加了一点东西 白色背景 两地的一个卡通的 我们这边来粘贴一下 把这个呢 给她放到这个描述的图片链接的后面 点一个回车 正在排队 这会儿估计用的人有点多了 这会儿呢 有点卡了 在这里呢 小圆儿先给大家 先讲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图片多久能出得来 有可能等很久它都出不来 那么我们就不等了 用我今天下午做的图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组图片已经出来了 这里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女孩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看一下 她的每一种效都不一样了 现在是2D的 我们这边的话 生成一张3D的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个人物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人物是一致的 这个角色说明我们设置的很成功 我这边再来改一下描述词 把这个添加一个背景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它是没有背景的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白色的背景 我把2D给它变成3D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我修改一下描述啊 7个以上的知识和表情 背景加了个3D加了个卡通 来我们再来试一下 那我这边的话还是要给它为 我还是要把我们的圆图的链接给它 连贴进来 这个是我们人物不发生变化的一个方法 必须要把图片链接给它粘贴进来 因为这是一张2D的 我现在画一张3D的看一下 哦这是什么情况 它显示我们的列队已经满了 可能要等待很长时间 今天小月确实绘了挺多图的了 算了啊 不等下面这个了 小月现在呢 就给大家讲 因为我今天下午已经成功的 绘出了一系列的设定角色 已经成功的设定了一系列的角色 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有设定一个小女孩 这里啊 一个小女孩 然后几岁 她的一个外观 我这里又改了一个小男孩 穿黑色西装 大家可以看 其实生成出来人物是一致的 这里变了一些发型 在这里呢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个描述词 我就把它的一个卷发 改成了一个长卷发 但是呢 这些做出来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我就一直在尝试 在这里呢 我又 在这里呢 我就修改了一下啊 把一个具体 就是五种以上的一个知识和表情 添加了一个白色背景 和2D一个卡通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背景呢 变成了白色 它是一个2D的一个效果 而且也是一个卡通的一个效果 同样呢 我觉得第四章还可以 我就点了一个优势 把它放大了一下 在这里呢 我点了一下优势 把它放大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这个角色还不错 那我刚才也是用了 同样的一个方法 采剪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呢 这个小女孩呢 我也是把它成功的采剪了出来 采剪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给米吉利为图啊 我直接把这张图片上传了 上传了之后 我就有了这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在这下面呢 我又加上了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加上我们之前的一个描述词 同时呢 把我们的2D改成了一个3D 最后就得出来了这样一个效果 小鱼儿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人物肌肤是没有变化的 衣服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同样呢 小鱼儿又去采剪啊 直接把这4张 采成了4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分别4张 直接发给了米吉利啊 我又把这4张的一个链接 加入了进来 我把4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放到下面 再把上面的一个描述词 直接给它拖了进来 那么最后就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非常满意 那我就同时把这4张图片 都放大了 在这个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4张图片我都放大了 这里小鱼儿觉得好玩 又重新生成了几组 放大之后 我保存了 又同样把这几张图片 直接点击 以图绘图这个上传文件 把它上传了上去 上传上去之后呢 小鱼儿又把它的 4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加入到这样一个 Plant的后面 最后呢 在这个描述词里面 稍微修改了一下 去掉了之前的几种表情 也去掉了一个白色背景 在里面加了一句 小女孩 在海边玩耍 加了一句 小女孩在海边玩耍 那么这个小女孩 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大看一下 这个小女孩 她就出现了在海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背后的一个背景图 她换了 当我们人物角色设定好之后 那么我们要让她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这个时候就要修改我们的一个描述词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小女孩出现在了海边 那么我想让这个小女孩出现在一个森林里 我又把这个描述词改掉了 同样还是要把这4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把它拖到Plant后面 加上小女孩在森林里玩耍 那么这时候背景图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人物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个小 这小女孩人物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设定的角色 达到了人物一致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虽然这个只有半生了 因为我把这个图片的尺寸 给它设定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后面 我加了一个16比9 在这里描述词修改了一下 出现在森林里面 再我又改了一下 出现在森林里面 我又没有加一个16比9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人物又大了一些 这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比例 1比1的一个比例 那我还想让这个小女孩 出现在其他的场景 那我接着把4个链接 同时把它拖到这个里面来 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女孩 让这个小女孩出现在一个公园里 大家可以看 她的背后的一个环境 她背后的一个环境又发生了变化 大家可以看 虽然说她的穿着 她的衣服有变化 大家可以看 衣服有变化 但她的人物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要的 我们想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物是不变的 我们只是改变一个场景 想让它出现在哪个场景 添加上这个描述词就OK了 那它就出现在这个公园里面了 这个时候呢 小鱼还想再尝试一下 我觉得一个裙子 我想让她再穿一个粉色的裙子 我又在这里面 描述词里面改了一下 穿上一个粉色的裙子 我们如图所见 小女孩穿上了一个粉色的裙子 但一再尝试的情况下呢 小鱼又想让她戴上一个帽子 那么我在这个描述词里面 又添加了一个让她戴上一顶草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女孩的一个草帽也戴上了 非常的完美 我们一个人物设定就这么完成了 这张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我把它保存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刚才绘的一个图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小鱼添加了一个 她的七种一个表情 及一个姿势 这个图片给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它里面都是这里有七个 看没有 这里有八个了 都有了 这里面 非常的完美 生成出来了 它的人物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看 人物是一致的 那么你觉得哪一组的图片 非常的满意 我们就可以去裁剪 比如说我们喜欢这一组 或者喜欢这一组 其实都不错 我觉得这一组 第三组也不错 我把它 把它放大一下 小鱼这边再给大家讲一列 如果说不卡的情况下 我争取多教大家一点 如果再卡的话 大家就看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视频 让我放大给它保存一下 感觉上又不是特别好 第二个放大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它的姿势都是不一样的 这张还可以 我把它保存吧 这边裁剪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我就直接操作了 小鱼这边裁了四张 到这边之后很简单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加号 上传文件 把刚才裁的这几张 把它保存到里面 来打开我们的discord 点击这个加号 点击一个上传 把这四张图片直接一起打开 点击一个enter键 那在这里呢 我们想要改变它的一个场景 刚才说了 点一个斜杠 点emagic 把每一张 我们要改变它的一个场景 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 而且人物不发生变化 我们这个时候点击一个右键 把它的一个链接粘贴进来 在这里呢 要到gbg结束 这里点一个空格 那把第二张同样也给它拖进来 记得这里一定要点一个空格 第三张的 第四张的 再加上我们刚才的一个描述词 好了 在这里描述词 我们稍微要去修改一下 我这边看一下 那在这里 这个就不要了 在这里改一下小女孩 在海边玩耍 在这里呢 白色的背景就不要了 不然的话 它出来还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它不就是在海边玩耍了 这里复制一下这个 我们把它一个描述词 同样这里要空格一下 把描述词粘贴到后面 点击一个回车 确实不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可能是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上面也教了大家 你想让小女孩出现在哪里 你就在她的这个描述词里面去修改一下 想要人物不发生变化 我们记得一定要把她的 把她的一个图片链接给她拖到里面来 你想让小女孩出现在什么场景 那么你在描述词后面 添加上就可以了 那她后面的场景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人物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设定 一个角色的一个设定 本来想给大家继续讲下去了 但是今天这个迷迹里面 在这里可能用人太多了 直接在这卡死了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发的一条出不来 下面那条我估计也出不来了 那么我会把最原始的一个描述词 放在评论区 放在一个描述栏 大家可以试着去操作一下 那小鱼儿今天的这期 迷迹里教程呢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 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 喜欢小鱼儿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 右下角一个订阅按钮 点赞并分享 记得一定要分享 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说对迷迹里还不太会用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前几期的一个视频 比经历的一个合注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一个描述栏和评论区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